亞馬遜創辦人19億5000萬買起《華盛頓郵報》 這份過百年歷史的大報 最終都是敵不過互聯網的紅樓 被他以19億5000萬港元用私人名義收購 可謂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 掌管《華盛頓郵報》達到80年的格雷厄姆家族 之前沒有放過賣款的風聲 直至前日開員工大會 先宣布這一項震撼的消息 決定棄手加譯的他就說 沒有答案的新難題持續湧現 他不希望《華盛頓郵報》苟言殘喘 相信以創意見稱的貝索斯 會是接手解困的理想人選 身家有1965億港元 全美第十一大富豪的貝索斯 保證他入主之後 不會干預編輯自主舊班子留任 二千多個員工也沒有人被裁 但就表明報章需要變格和試驗 雖然《華盛頓郵報》的報業地位 一直都舉足輕重 但同樣要面對互聯網新聞的興起 所帶來的巨大衝擊 過去六年的盈利下跌4.4 而單計今年頭半年的銷量已經下跌7% 1877年創辦的《華盛頓郵報》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期間 被格雷厄姆家族買起之後 一直以保障知情權的理念辦報 最威水的要數在1972年 踢爆當時的總統尼克遜 對民主黨人進行涉聽的水門事件 最終更加逼得尼克遜落台 自此成功由首都地區報章 晉身全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之一 在美國以至世界各地都開設分社 至今更加勇奪多達47個 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立之長